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開始以為是塞車 後來會有騎摩托車 騎到前面的時候發現原來是車禍 那先收一個當事人的證件 再去查看那個阿嬤的上市 發現阿嬤怎麼樣 發現阿嬤已經呈現一個歐卡的狀態 所以救人會有限 情況是非常危急對不對 對 當我翻開老婦人身體的時候 在漢亞大的脈搏 他已經呈現一個歐卡的狀態 那因為在學校有學過 心肺補助術 還有基於我們警察幫助人的精神 我馬上幫他施以 心肺補助術 直到救護車道 當時情況是不是非常危急 就是當時的時候 就是說阿嬤你怎麼跟他搖動 他都沒有反應了是不是 是的 而且 張家只想先救人 沒有想好多 那當時你甚至還用口對口 CPR對他提救人 是的 可是我們學校超大 教我們的 要有建議我們的精神 謝謝 謝謝 你好 請注意 請請請請請請您 請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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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